今天 江苏南通沿海迎来了小开鱼 早上起点 船闸缓缓打开 符合专项捕捞许可条件的鱼船 相继出海 江苏南通自5月1号起进入伏计休鱼期 人们将经申请后批准开展的伏计休鱼期间 专项捕捞生产称为小开鱼 此次出港的四种申报或批后 可以出海作业的鱼船 捕捞种类主要为梭子蟹 红虾 以及部分小黄鱼 银昌 鱿鱼 今年我们启动了共有440一艘 获得8月1号专项特许捕捕捞的渔船 为保障渔船安全顺利出港 江苏海事部门调派海巡艇四艘 7架无人机进行护航巡航